熱氣蒸騰 大閘蟹排放 腹部朝上倒著蒸 為了一滴不漏 撐住高枝 一扒開殼 蹦出黃沉沉 飽滿蟹黃 吃東西就像嘴巴 慢慢剪掉 勿不得燙手急忙去除硬甲蟹塞 動手拆解的這個環節 掌握不好吃的技巧 可能瞎忙一場吃了一嘴殼 要不要剪過來 蟹腳兩端各剪一刀 慢慢推出一條完整蟹肉 扭下蟹咬的錢 將剪刀伸入前的洞中 利用剪刀的開盒把殼頂開 苗栗本土養殖大閘蟹 俗話說九月圓期十月間 遲熬飲酒菊花天 指的就是農曆九月代母蟹 品嘗豐於高黃 十月品嘗公蟹 肉質肥碩鮮嫩 蟹膏香味濃郁 其實我每一年都在都會等著 秋高氣爽的時候 就是來吃這個大閘蟹 蟹黃 那有時都很飽滿 要如何挑蟹又是一門學問 這個看活潑 這個蟹非常的活躍 你看眼睛看 摸它掉下去 摸它掉下去 它飼養期間十個月 一年當中只有十月到十二月份之間 是可以採收可以品嘗的 張牙舞爪宛如體操選手般靈活 越活潑代表越新鮮 秋蟹登場 公蟹母蟹各有擁護者 懂吃的makeup 掌握好老饕 手速預備 三立兄吳俊賢 苗栗報導